大家好我是白董 上次我有收一批 人家导電或的吉他 那支影片不知道大家看過了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把那些吉他 然後有調整出來賣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社群上面有放 測量卡 然後很多觀眾朋友都希望說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如何來調整吉他 所以說今天我們可能會用幾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如何調整吉他 那如果有興趣的你就可以自己試試看 但是呢我自己調我覺得比較無聊 所以我請了一個我的好朋友 一起跟大家來做分享 歡迎我的好朋友 晨曦 我去甜啦 哈哈哈哈 沒有要那麼貼是不是 我幫我晨曦 你是變態喔 哈哈哈哈 晨曦 大家好 那麼晨曦呢 因為他本身也是在樂器行當店長 所以說他其實也有一些調吉他的經驗 所以我們就是找晨曦來 一起跟大家來分享 如何來調整我們的吉他 那我們今天會教的是比較 出門的 然後我們會慢慢的教比較進階一點的 嗯 今天我們主要要去調整的是 琴瑾的彎曲度 以及我們的下旋整的 Bridge的高度的調整 對 所以我們今天會準備的工具 是有這個 六角扳手 有買吉他會有送的 然後或者是去無金行買 然後跟 沙子 好這無金行也買得到一張10塊吧 那如果我們要磨下旋整的話 我們盡量可以買那個 翻號比較小的 那越小越粗嘛 對越小越粗 然後數字越大就越細 然後我們可以買比較粗的來磨 如果可以的話 有一個測量卡 會是最準的 就算你今天我們在樂器廂買吉他回去啊 可能我們換弦 或者就是天氣有變化 其實我們的弦劇都還是會改變 對 所以你有這個測量卡 可以隨時測量還是不錯的 我們今天有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鯊魚鍵 鯊魚鍵這樣 拜拜的時候不是會看到一些當機 起彈的時候就會用這個 鯊魚鍵 就是這個沒有錯 我覺得很像鬼滅之刃裡面那個 一隻豬的那個 好我們大概就準備這些工具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調整了 但是這個尺 我相信這個東西大家可能比較買不到 這比較難能買 對比較難買 所以說我們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一般樂器廂去測量的方式 都是用我們的肉眼去判斷 我們在調整內殼的第一步 一定會先把我們的脖子給 先用成直的狀態 就是調整的第一步 就是先把內殼調直 大家看一下 像我們現在有尺 我們就用尺 來看它是彎曲還是上後仰 好大家可以看 我們這個工具基本上是放在第二個嗎 然後再這樣放 你看像現在我們把尺放過來以後 我們中間這個就有一個空隙 然後這代表我們的選舉比較高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調整這個選舉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尺的話 就是直接用看的 對有目測的方式 那看的方式其實蠻簡單的 我們就是肉眼看我們的最後一個fret 然後對到我們第一個fret 那我們往有光線的地方去看 看我們的脖子是怎麼去彎曲的 那現在我們看過去的狀態 它是向上彎的狀態 當然有尺會比較方便 對有尺會比較精準 因為肉眼畢竟還是會有一些誤差 如果我們有這個尺 像我跟他都有這個尺 所以我們放上去 如果中間有空隙就代表比較高 那如果它是 內殼是向後仰 我們再放第二個 它會呈現翹翹板 它會有點像翹翹板這樣子 就代表我們比較向後仰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支內殼是 向前仰比較多 對 前仰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它調直 那要怎麼調直呢 那這時候 用到六角扳手 對 這個東西我超多拿去直接用回手 我也是一大呆 那這個要怎麼用呢 來 陳希你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琴的話 每一個內殼 只要你的琴不是太差的那種的話 如果你不是什麼 小香腸生湧的話 那基本上裡面通常也會有這一根 對對對 不要太差的琴都會有那一根 那那個東西叫做 Chose Roll 那一般來說開孔 會是設在我們翔孔內部 那有些比較特別的 像可能Taylor啊 或是一些比較特別的 它會設在 對 它們會設在上半部 會有一個鈴鐺桿 我們把袋子打開 Chose Roll 從這邊去調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調整 我們的Chose Roll 彎曲度的話 我們的琴頭朝向我們左手邊 六角扳手 插進我們的Chose Roll裡面後 往前的方向 脖子會呈現的是往後仰的狀態 往紋人的方向拉 我們的琴頭 會呈現往前彎的狀態 像我們剛剛的狀態是 脖子往前仰的嘛 那我們現在把他反方向 往後仰的話 我們的這根六角扳手 要往前推 讓我們的脖子往後仰一些 然後讓它變直 對 讓它變直 那我們轉的話 不要一次轉太多 因為有些就說比較敏感一點 只要轉一點點 它就會稍微變形的 好 我們稍微轉一圈 就先測量一下 轉一圈就測量一下 不要讓它一次轉太多 不然有些就說 你轉太快 或者是轉太多的話 會導致它的 脖子變形啊 或是會傷到你的 翅膀什麼的 它的空隙還是蠻大的 那我們再繼續轉 有些人轉一轉 轉一轉 會轉到中間 會有一個空轉的部分 那這部分 它的翅膀沒有壞掉 只是它會在一個中間值 你要再繼續往下轉 才會有一個轉緊的感覺 然後如果有那種超緊的啊 對 就不要再轉 不要硬轉了 斷了 這是掉下去啦 不是斷了 那我們在轉的過程 如果你轉到不能再轉的時候 我們就停了 我們盡量不要硬轉 不然的話 因為我們翅膀都有它 一定的彎曲度 那種狀況會比較像是說 我們脖子已經 受草彎曲了 而跟我們的翅膀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的話 建議就是直接拿到樂器行 給專業的技師去做調整 這個動作我們不要急 我們不要一口氣把它轉到最底 或最直 不然會蠻傷你的吉他的 好 還差一點點 差不多再兩圈就結束了 好 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尺放上去 中間就沒有縫了 好 大家看一下 剛我們前面這個尺中間 這裡還是有蠻多縫的 現在就沒有了 就調直了 在家可能你不會有這一根尺啦 那你就調的時候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你就拿起來直接看 對 用肉眼去辨識 對 這就可以解釋 大家有沒有那種經驗 你就是去樂器行 為什麼你吉他拿給他 然後他們都會拿起來看 對 先看一下你脖子健康狀況 對 對 對 然後再來去調整 它我們現在調直了嘛 所以說我們現在肉眼看過去啊 也是比較比直的 好 那現在我們調直了嘛 然後我們就要來看 我們的選距高低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這個 尺板測量卡 就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選距是多高 對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我們的卡尺啊 就會放在這個12格 然後來看它的位置 大概有多高 然後來 我們現在12格大概是 Breader是比較偏近於2.75的部分 然後這時候呢 其實我們選距還是偏高的 對 還是偏高的 因為一般啊 就是大眾他們會有 像有一些工廠 他們有一個標準的出廠選距 大概是2.5左右 對 2.5或2.5 所以現在2.75是比較高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 摩下旋整 對 沒有錯 那摩下旋其實也是有個技巧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的12格要下降1 我們的下旋整就要摩掉2 對 要參與2 對 那我們剛剛是要下降0.25嘛 對 所以我們乘以2 我們這邊就要下降0.5 對 沒有錯 這裡就要磨掉0.5 然後回算到這邊 這邊才會變成2.5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磨下旋整 好 那我們現在鬆完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下旋整給抽起來 那不好抽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一些工具把它夾出來 沒關係 那我們下面通常是不會上膠啦 所以會蠻好拿的 我們剛剛測量過後 我們下面要下降0.5的位置 差不多我們做個記號 好 有一邊也是 大部分我們的下旋整 我們的123旋會比較低 456旋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的旋的粗隙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磨的時候 記得喔 123旋的部分 也要讓它比較低 好 就做好記號 就可以開始進行打磨了 那我們在磨的時候要注意喔 我們要找一個相對平面的地方 然後來放沙子 然後再磨 然後在磨的時候也有個技巧 來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就是 比方說我們現在抓著這樣子磨 可能磨個幾下 我們就要直接轉邊再磨 要不然它會寫一邊 尤其是有10英鎊的話 會造成你的收音不平均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磨了 那我們就開始打磨到這條藍色的線 那我們可以預留一點點 到線就好 不要把線給磨掉 因為我們之後還要再磨著 我們的上旋整 上旋整下去後 我們的高度也會變化 差不多磨個10下 就換邊磨 這時候我們盡量同一個方向磨 不要這樣前後磨的時候 它會斜掉 差不多 我們就預留一點藍線的部分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現在就磨了嘛 也接近藍線的地方了 那我們就現在把它放回去 把弦調緊 那弦距就會照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我們剛剛是要2.75 對 2.75 降到2.5嘛 所以我們剛剛下降0.5 因為我們沒有磨到藍線的底 所以可能會比2.5高一點 然後我們後面比較好調整 通常大家第一次用的時候 都會磨的不夠多 那多調幾次都是正常的 那在調的過程中 我們會一直有鬆弦的動作 那弦也蠻容易斷的 所以我們自己鬆弦的時候 就是慢慢動 多斷幾次就會調了 基本上 好 那我們弦張力都上去後 我們先把它調到標準音 因為在標準音的狀況下 我們的脖子才是完全直的狀態 像我們剛剛調成健康的狀態的樣子 這時候我們再去測量 旋距才是比較標準的 每次調音都好怕它斷掉 對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訣竅 我們在調音的時候 我們右手這邊彈大力一點 多支一點 把我們多餘的張力的震動給釋放掉 比較不容易斷旋 而不是說我們直接一口氣 就直接轉到標準音 這樣會斷旋 好 那我們現在音都調好了 這時候我們再來去測量它的旋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測量卡放下去了 所以我們的旋距就是 將近差不多在2.5左右 所以說我們現在旋距呢 就會比我們前面的低上蠻多的 對 然後跟大家來總結一下這個調整 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調整吉他的旋距的話 首先我們要把內殼調直 對 第一步內殼先直 對 然後呢 記得我們在用這種六角扳手插進去的時候 我們往前 內殼就是向後仰 我們往我們的身體這邊 一邊轉 那內殼就是向前彎 大家可以記得 然後呢 我們在磨下枕的時候 也要記得 就是我們如果要下降1 這邊就要下降2 它是這種比例啦 1比2 1比2 然後呢 我們在磨的時候也要注意 在磨的時候 我們磨完一邊要轉過來磨 不然它會斜掉 不要前後磨 我們是同一個方向 往前磨這樣子 或往後磨這樣子 不要交替這樣 前後前後前後 會變成是它是斜的狀態 對 好 那今天大致的分享就到這邊 大家可以看完我們下集的影片呢 然後再來試試看 那基本上 我們除了這個磁 大家可能比較難買到以外 像這個六角扳手跟沙子呢 在五金行是買得到的 這個測量卡的話 有的樂器行也是有賣 但比較少比較難買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的那個蝦皮賣場裡面 我有賣一些小紙卡 那一張塑膠的幾十塊錢而已 金屬的愛100多塊 然後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買來測量看看 你的吉他的選句高還是低 雖然有時候 你在網路上買一些便宜的吉他 他會告訴你有調過選句 但是其實如果你有測量卡看下去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選句都爆高了 對 OK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加上分享 我是白董 我是晨熙 我們下支影片見 到下台下 拜拜